也有人用什麼西瓜霜 你認為有用嗎 對 我們中醫要跟這個口腔 這個慢性發炎或是扁桃腺發炎 會用西瓜霜 他大概有200年的歷史了 對啊 我們小時候也都是噴西瓜霜 那大家知道西瓜霜 他是用什麼去製造出來的嗎 西瓜 這個西瓜 這就是西瓜 那各位知道這本身 我們知道說感冒發燒 一般人會用椰子對不對 其實它本身這種很多離子 對腎臟也是一些負擔 那我比較鼓勵用這個西瓜 我們叫做主水 它有一些退燒成分 來喝那個西瓜皮的水 就是裡面的肉不要 不管是黃的還是紅的 我們就是要取它的皮 還有裡面那一層 它這邊有一些抗發炎的成分 那基本上我們西瓜霜 是用西瓜加一些中藥 就是清熱解毒 包含最近很流行的板南根 那一些解毒的中藥 包含綠豆粉 然後把它做成 這裡面有點黃白色的這些粉末 它本身發現它可以清熱解毒 這消炎止痛 因為它本身能夠這種 抗發炎抑制的 並不是能夠持續 所以我覺得說 你真的當下實在沒辦法 你就趕快做一個急救的措施 然後趕快去尋求 正常的醫護的動作比較合理 好那我們還有一個 這個治牙痛的偏方是什麼